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成做人没有意义 做人没有意识 没有意义 所以这些人就想死 就变成怎么样呢 一整天专注他做人就有这个 这个是什么 就是这个黑点 现在明白吗 做人 其实这么多地方 还可以做这么多东西 可是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都想不到 什么都看不开 因为就是这个黑点 这个黑点 你有没有 我有没有 我们每个人都有 现在明白吗 每个人都有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 这个在这里一点够了 往往往就是一点这么一小点 就是给你全身浑身不自在 对不对 这么大的地方就是这么的一点 所以我们变成我们一点都不行 你一点都不行 你什么都不行 你能够做什么 一点都不行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这个看不开 那个看不开 这个什么都拿来讲 所以如果你的家人是这样 师父教你一个法门 就是 不是什么 就是什么 笑口常开法门 你要学 弥勒佛 内心的笑 心做布施 笑 微笑 然后呢 他怎么样 怎么 你就 念 你可以念 那么关心菩萨 或者 那么阿弥陀佛 或者你可以念 给他赢 给他赢 让他赢 不是代表你错 是说在那个时候 你选择 不要跟他冲突 这个就是叫做 我们的内心世界 正在乱的时候 我们记得怎么样 念佛 刚才有讲过了 对不对 谁钻牛角尖 谁会念佛 发脾气 谁念佛 OK 明白吗 发脾气 谁念佛 钻牛角尖 谁念佛 depression叫什么 忧郁的时候 谁念佛 明白 我们真正的来看 我们很多的人 都不念佛 心里面的佛太小了 看不到 我们心里面的佛 心里面的佛 其实他很可怜 小道 小道怎么样 看到吗 看到吗 我们心里面的佛 要养的 你懂吗 好像生孩子 生孩子 要养他 对吗 哈喽 我们心里面的佛 有多大 我们心里面的佛 很老实讲 这个是你的心 心里面的佛 看到吗 心里面有没有佛 有没有佛 有 可是为什么 你看不到 因为你没有养他 你要怎么养这个佛 你要供养你心里面的佛 所以你吃东西 喝东西的时候 吃之前 供佛 你才吃 懂吗 先吃 吃跟喝的 不关人家的事吗 对不对 先 先 你才吃 不要一东西一来 好像那个 好像那个恶鬼 或者是那个狗 在那边 把整个脸放 那个食物那边这样吞 广东话 对不对 听说过吗 这句话 这我父亲讲的 我父亲讲我 年轻的时候 哇 食物一来 就马上吃 吃得很快 我父亲讲 讲我这句话 我记得 OK OK 不可以讲 所以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佛 有 我 然 我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